大家好 夏季啊 南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禁斧 就像我这一盆的话呢 就是出现了这种禁斧病 那么禁斧病的话 一般呢 我们都是以预防为主 如果是已经得了禁斧病的话 基本上就是没救了 那么得了禁斧病之后的这个南花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感染了禁斧病的南花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它和这个健康的南苗了 把它隔离开来 不要把它放在一起 要不然它会感染其他健康的南苗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直接把你的南花这个病苗 还有蓝盆植尿全部都扔气 全部不要 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它全部都已经感染这个病菌了 那么如果我们再拿来栽种的话呢 对你新栽种的南花是特别不利的 会导致你新栽种南花会感染这个禁斧病 但是如果你家里缺蓝盆 缺植尿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病株扔掉 但是剩下的蓝盆 还有这个质尿的话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毒杀菌处理 怎么消毒杀菌呢 像这个质尿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用开水蒸煮或者是用开水浸泡杀菌消毒 而且用开水蒸煮之后呢 也要用这个多菌磷这一类的杀菌药的给它浸泡一下 那么如果是盆具的话呢 也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杀菌 然后再用多菌磷给它浸泡 这样子的处理过后呢 这剩下的这个盆还有质尿的话 才能拿来继续使用 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就是如果我们用手碰到了你这个病株之后呢 一定要把手清洗干净之后才能够碰其他的这个南花苗 要不然的话 你手上会带有这个病菌 然后会感染其他的这个苗子的 所以南花的一旦感染这个禁腹 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及时的处理 如果平时大家养护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保证环境的通风 浇水的话呢 不要浇到叶芯里面 而且呢 盆土不能长期处于湿润状态 要做好这个降温处理 一定要定期的做好这个杀菌防腐的工作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